这是世音回国后第一次主动靠近母亲 可还来不及说上几句话就阴阳两格 站在妈妈的墓碑前 在充满思念的乐曲中往事如潮水般涌来 当年出国留学前明明和妈妈约定 她一定会去看自己在学校的表现 但自己却一直没等到她来 反而收到她确诊雷鸣顿时症的消息 这一消息对她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她不知该心疼妈妈 还是为自己有没有遗传而害怕 所以在爸爸让她回国接受检查时 她选择了逃避 而把她从困境中救出来的刘世仔 此时也来到了陵园 她远远地看着忧伤的世音眼中满是心疼 结束了妈妈的葬礼后 世音没有休息就回到乐团 此时排练是已经修缮如初 于是她马不停蹄地就要继续开始排练 但在此之前 她重新回看了音乐会的演出视频 总感觉这次的演出效果实在太差 所以在没有提前告知任何人的前提下 她擅自做主要进行一次盲选 把不适合的人踢出这个团队 消息一出立马遭到一众人的反对 在他们看来盲选是新加入乐团的人才要参加的 而他们完全没有必要 更重要的有些人担心发挥不好丢掉铁饭碗 然而世音做的决定不会轻易就改变 让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好好练练 可里亚真做贼心虚 她认为世音现在做的一切都是针对她 只是在找个理由想把自己给开了 就像是学生被老师突然通知要考试 乐团的人这次显然都慌了 有人已经开始在偷偷地卷了 至于有些还没反应过来跑出去聚会 在发现闺蜜怎么说都不出来后 终于也感受到了紧张 随便找了个令人难以相信的理由离开 次日的盲选会上 世音还特意邀请了刘世仔 一是因为她身为理事长 完全有作为评审的资格 二是听说乐团的乐器和训练师的修缮都是她个人出钱 所以难得从世音的嘴里说出谢谢俩字 随着盲选的开始 每个人都以自己最高的水平演奏了一遍 而世音很快就找出了乐团最大的问题所在 就是这两个被她不止一次提醒过 呼吸不稳频繁调拍的男生 他们声称只是今天太紧张了才会如此 世音猜得完全没错 这两个家伙和那个金凤柱一样也是瘾君子 在被乐团开除当天他们就出来消遣 而就在他们刚收到金凤柱发来的消息时 警察突然闯进来 说是他们因为违反管制法被捕 甚至在次日一早警察也赶到乐团 说是这里还存在第三个瘾君子 说完他们就进入了世音的办公室 非常顺利地找到了想要的东西 因此世音被请进了警察局 而指认他的正是这两个前团员 所以现在证人证词证据全部齐全 只等世音能亲口承认 可相反被他果断拒绝 这个刑警正是调查世音车祸的那个 因为他本就怀疑李亚珍的刹车是被世音破坏的 所以在听到关于世音的案子后 就主动把这个本不该他负责的案子抢了过来 因为在他看来 不同的案子却有同一个嫌疑人 那就说明这个人一定有问题 也不知道他对世音哪来这么大的敌意 反正就是一直紧咬着不放 即使署长也拿他没有办法 所以在刘正仔找到署长让他们立即放人时 署长也是无可奈何 搞得刘正仔只好准备去找高层 要求绕过现在的这些程序 而在这时露娜联系了刘世仔 说他有办法帮世音摆脱这个案子 原来在乐团盲选那天 他有看到一个快递小哥从世音的办公室出来 但正常情况下快递包裹都是放在服务台的 而且最关键的是那个小哥的体型和走路的样子 让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现在想想似乎就是老熟人金凤主 在听完露娜的描述后 刘世仔就再次联系了署长 让他开始调查昨天去过乐团的快递员 和所有相关的一切线索 而与此同时 那个刑警又找到了世音犯罪的证据 就是在世音之前任职的乐团也有成员涉毒案 所以他就理所当然地认为 世音就是准备靠这个东西 把一个三流乐团改造成顶尖名团 世音鄙夷的说你不会韩剧看多了吧 看他真的好像个傻子 世音就没再把他当回事 只能静下心来开始分析乐部 但一个曲子都弄完了 他们却还没有任何进展 所以只能主动给他们提供破案的方向 就是让他去审问那两个家伙 是何时何地从自己这里拿到的毒 不出意外的他们两个说的 都是世音在办公室给他们提供的 因为世音说在美国大家都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 然后态度非常强硬逼着他们吃的 导致他们现在瘾越来越大 而这个回答在世音听来一切就再简单不过了 因为毛发检测可以查出时间和种类 随便一查就可以知道 他们两个是在自己回国前就已经开始了 还说除非吸那个东西 有助于提升他们的职业水平 否则自己没有理由逼迫他们那么做 就在这时一个自称证人的来到警局 只认这一切都是金凤柱所为 但就算这样 还是没让警察难摆脱对世音的怀疑 在他看来他们都没想要找证人 证人却自己出现了 这一切来得属实蹊跷 即使搭档已经证实证人说的全是事实 而且世音的检测结果成阴性 也没必要通过贩毒赚钱 可以断定这两个人是因为被开除 而心生怨念才配合金凤柱的 而警察难却依旧还是怀疑 但是世音他是没办法继续扣留了 看到来接自己的刘世仔 世音就猜到那个证人是他派来的 原来刘世仔和露娜见面后 他就开始调查和金凤柱相关的人 所以就查到了这个一直帮助金凤柱的马仔 是他给金凤柱报信那两个家伙 何时会来酒吧 并帮金凤柱给他们两个送的毒品 所以金凤柱才会准时报得紧 以至两人为了泄愤才栽赃嫁活世音 说完整个经过刘世仔就要送世音回家 这次世音也没有拒绝 直接跟着他上了车 而这一幕都被金碧看在眼里 本以为事情告一段落 哪知第二天乐团门口摆满了花圈 全世在说又使吸毒的车世音完蛋了 赶走毒后车世音 而始作俑者还闲着不够 已经编辑好了内容发给媒体 即使刘世仔又一次把新闻给撤下来 但社交媒体和社群铺天盖地的宣传 局势不可把控 刘世仔只好发出大招 让媒体宣传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金凤柱 并且一定要强调他是议员的儿子 这边来到乐团的世音 却被代表告知他今天没让团员们来 因为现在受世音事件的影响 乐团的会员都在抗议要求取消音乐会 甚至还有一大半要求退出 所以代表想让世音再等等 也趁这个时间休息一下 直到风波平息下来 然而世音拒绝了这个提议 他想休息的话也不会因为这个可笑的指控 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的态度强硬 确实对世音的伤害不小 回去后开始框框猛贯 这时金凤柱打来电话要求见一面 他有东西要给世音看 此时的世音已经站不起身 等他清醒过来时 不知何时已经躺在了乐团办公室的沙发上 他只记得金凤柱给他打电话约见面的事情 其他的完全没有记忆 这时他接到刑警的电话告知金凤柱已死 而且最后一个通话的人就是他 听到这个消息 再看看自己手上的血迹 世音彻底猛了 清洗了手上的血字后 他就去查看了昨晚的监控 但除了有他进入休息室的画面 并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反倒是他这衣衫不整的样子 让工作人员有点疑惑 回到酒店 看到打翻的酒瓶和桌面的血滴 世音这才意识到手上的伤口从何而来 与此同时 警方在金凤柱的身上发现明显的针孔痕迹 所以他们怀疑可能是他杀 但面对他们的质疑 金医员却表现得非常生气 再三警告他们不需要验尸 也坚决否认儿子有涉毒的嫌疑 甚至他还警告男人 如果想要保住工作就不要质疑他说的话 但即使这样 男人也没打算放弃调查 本就盯上车士音的他 现在又遇到了和车士音有关的案 他不可能不管 此时在金凤柱的葬礼上 乐团的每个人几乎都来参加了 而露娜在祭拜完后一直东张西望 似乎是在寻找士音 最终看到士音站在门口犹豫不决 走近才发现士音的样子明显就很不舒服 所以在被他拒绝去医院后 露娜就坚持要送他回家 然而把士音送回来后露娜并没有离开 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确认士音睡着后 他开始翻找士音的包 看到是刘世仔打来的电话 他面色不善地看了一眼士音后 就非常的不对劲 而毫不知情的刘世仔就守在酒店外 一脸的担心 除此之外 他还要面对公司董事的指责 责怪他买的破月团让公司损失惨重 他只能再次保证所有的损失 都由他个人承担后 那群董事们才又闭嘴 而相比于刘世仔的恋爱脑行为 他的情敌金币可就厉害多了 在被刘世仔频繁阻挠无法找到工作后 他不知怎么突然有了自信 他要求律师尽可能把协议离婚的时间线拉长 说是他有办法让世音跟他和解 虽然律师不明白他的意思 但他的小心思在明显不过 他就是要等 等到世音犯病后无法离婚 同样的世音也对自己的身体有些担心 所以在醒来后 他就去找到妈妈的主治医生 说是自己出现了失忆的情况 会不会是已经患上了雷明顿时症 但没有检查医生也不敢直接下定论 而且世音也说自己当网喝多了 所以医生安慰他可能就是断片 如果真的这么担心的话 为何不直接做个检查 听到检查世音第一反应就是逃避 但走出医院后他却又拐回来 终于打算直面自己的身体 然而检验结果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出来 所以医生让他不要有太大压力 此时终于醒来的露娜看到世音不见 突然变得非常焦躁 打电话发现世音手机也没带后 他更是又换了负面孔 与此同时刘世仔得知世音做了检查 立马取消会议冲到酒店去找世音 却看到了同样守在这里的刑警 这家伙看来还是不死心 结果被刘世仔一番狂对之后性性离开 可等世音回来后他却没有追上去打扰 世音随后就联系了代表主动提出降薪 把这些钱全部分给留在乐团的团员 而且他一反曾经的桀骜不屑 竟低声下气地去挨个恳求已经辞职的团员 让他们重新回到乐团 把他们每一个都给夸得花枝乱颤 全成了乐团确一不可的任务 甚至连已经在其他乐团面试了乐团首席的秀真 也被他三言两语给劝了回来 然后在搞定了团员后 世音紧接着就去了电视台 不过没去找刘世仔的前妻 而是找了他的哥哥 也是刘世仔的铁哥们 他告诉男人他要拍乐团的纪录片 而且有把握让收视率大爆 男人不怎么相信 世音却说主持人由金币来做 在乐团纪录片播出的前三天 会爆出他们离婚的消息 想想有谁会不好奇 如果在独家报道离婚的事 这样的条件让男人很难不动心 不过对此世音也是有条件的 那就是此事你知我知 甚至刘世仔也要保密 而另一边 虽然金凤柱的案子已经强制结案 但刑警已知没有放弃调查 他又来到发现金凤柱的地方 果然在石凤里找到一个关键性证据 当金币听说要让他担任访谈的主持人 而且还是世音特别要求时 他又嘚瑟了 以为世音是离不开他的 整个过程似乎只有刘世仔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所以他第一时间就跑去找世音 委屈巴巴地恳求他不要拍这个纪录片 却被世音告知不管怎样 这个纪录片他都非拍不可 就算是利用金币炒作话题 这也是他一贯做事的态度 也希望刘世仔以后不要插手自己的事情 心爱的女人说出这样的话可把男人气坏了 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有形无力 他被气得暴走 真的想一走了之不再管他 但他又舍不得离开 只能在那集的团团乱转 终于他问出了心中最大的疑问 就是乐团对世音为何那么重要 如果离开了这个乐团 一切烦心是不全都结束了吗 但世音担心的却是因为自己的病 这可能是自己最后的乐团 对于这个答案刘世仔无法反驳 他知道音乐对世音的重要性 所以看着世音他只能一脸心疼 他独自一人来到世音曾经宿醉的地方 回忆着他说的每一句话 不知该如何是好 很快纪录片进入拍摄阶段 金币也久违地来到乐团 看到楚楚可怜的雅真抚摸着肚子 这个纠结哥也不知道想了什么 随后他兴冲冲地来到世音的办公室 本以为有求于他的世音会多看他两眼 但没成想世音看了他三眼 但就是对他爱答不理 于是他又生气了 访谈过程倒没有什么意外 根据脚本世音逐个回答了相关的问题 其中包括曾说过的 如果自己患上雷鸣顿势症 他会自愿卸下指挥职务 指挥台对他的意义就像是战场 他面对团员背对观众 是所有目光的焦点 似乎在某种程度上 他站在所有人的对立面 面对的是四面八方的敌人 尽管如此他会站到最后 他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 之后拍摄的便是一些排练的画面 至于刘世仔虽然没去乐团 但他一直都在远程地关注着每一步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 准备在办公室好好欣赏世音 却看到前妻已经等在这里 粗卫十足地质问刘世仔什么时候 开始变得如此浪漫 他和车世音都分手二十年了 还把他看得这么重要 为了拯救他的乐团 还卖掉了自己的股份 男人让他赶紧闭嘴 不要忘记了他们已经离婚的事实 显然女人低估了刘世仔对世音的爱 可不是靠他的挑拨离间就可以粉碎的 而与此同时访谈拍到了乐团首席 露娜毫不避讳地表达着对世音的热爱 还说要同世音一起把汉江爱乐 变成一流的管弦乐团 但在访谈结束后 他却意味深长地看着金币 问他是不是已经采访过世音了 在得到男人肯定的回答后 他更是一脸玩味地说了句你真了不起 露娜这恶狠狠恨不得把他就地正法的眼神 终究也让金币感受到 他有些疑惑地盯着露娜看了看 也不知道最后有没有想明白他有多招人险 此时世音看着面前的日历 计算在检查结果出来前 他还会有一次正式的公演 但结果就是这次音乐会的票房低得可怜 而世音却没打算取消 因为他实在害怕这回是他最后一场演出 在演出开始前 金币又没脸没皮地找到世音 世音赶他走他就是不走 还问世音是不是不记得那晚的事了 他说那晚他签好了离婚协议去找世音 世音却跌跌撞撞地对他撒娇 他说他把世音服坐在沙发后就准备去给他拿鞋 但到电梯口想到自己没门卡管回来时 世音就突然不见踪影 这时他反问世音是不是你的病已经开始发作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世音肯定的答复 这样的话世音就不得不卸掉指挥的职务 与此同时刑警找到的那把刀的检测结果也出来了 上面的指纹属于金凤柱的 但血迹却不是他的 而是属于一名必行穴的女性 在乐团这边公演已经开始 而这也是纪录片最后的内容 众人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世音出场 可能是受金币的影响 世音竟有些走神迟迟没有反应 直到一旁的导播提醒他才回过神来 他努力让自己保持镇定 演出终于开始 起初一切都很正常 但在演奏进行到一半时他竟看到了金凤柱 再一回头他又看到了妈妈 情绪紧绷得他一时跌倒昏迷不醒 吓得众人手忙脚乱